第27集 是非已 勿轻诺 赵柔卖离 铃声响起请坐好 猪猪侠国学小夫子 要开课聊 今天要讲的是 是非已 勿轻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如果别人要你做的事情 不是什么好事 就不要随便答应 哦 不就是自己不干坏事 也不跟别人干坏事嘛 这样不是很简单吗 嗯 可事情往往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说不定什么时候头脑一热 我们就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了 话不多说了 我们还是去北魏 看看今天的故事吧 超级棒棒糖 快来包帮忙 啊哈 我们到了 又大又好的梨 卖梨啦 快来看看吧 是梨 是鸭梨 还是选梨呢 哎呀 不管了 小夫子 我们去看看吧 梨 哦 好呀 哎 客人好 来看看吧 哦 怎么卖的 是这些奇奇怪怪的铲子啊 不是说卖梨的吗 算了 小夫子走吧 我们还是去看故事吧 小的呆 眼前的是赵柔和他的儿子 就是我们这次故事的主角哦 不买东西还吃吃点点的 真讨厌 买梨了 买梨了 又大 儿子 不用喊了 我们的梨被包了 有人出二十匹捐全买了 就等他回家取钱来了 二十匹 父亲 这卖的是不是太便宜了 我们的梨就值这么多 而且价钱都说好了 不能说话不算数 好吧 既然梨卖完了 那我就去买糖葫芦好了 哇 糖葫芦 糖葫芦 老板 给我来一串 美味的糖葫芦 真好吃 小大大同学 先别吃了 有趣的地方来了 父亲 父亲 我刚才去买糖葫芦的时候 听到街口有商人说 愿意出三十匹捐买咱们的梨 不如咱们把梨卖给他吧 多卖了钱 我就能吃两串糖葫芦了 哇 多两串糖葫芦耶 赵柔一定会卖吧 飞野飞野 你往下看 不行 做人要讲诚信 我们刚才已经答应了第一个人 怎么又能卖给别人呢 父亲 刚才那个人只是口头约定 就算我们不卖给他 也没有什么的 商人出的价格 足足比那个人多了十匹捐呢 不可以 我们不能为了利益 而不讲信用 爹待会儿 给你多买串糖葫芦 但我们要留在这里 等第一个商人回来 最后 赵柔也没有把梨 卖给初夏更高的商人 而是一直等着第一个人回来 把梨卖给了他 哦 但这个故事和是非 义务清诺有关吗 他也没做什么坏事啊 不不不 你想 赵柔夫子若是答应了后来的商人的请求 高价卖梨 岂不是成了 见利忘义的人了吗 而且他坚守承诺的这种精神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啊 小夫子 我明白了 我以后也会做一个 细手承诺的人 好了 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里了 诸位弟子 我们下堂课再会吧 起立 行尸生礼 多谢猪猪小小夫子 弟子小呆呆 告辞了 再见